《灵命日良事工製作》 《灵命成长的52个好习惯》 《熟灵习惯》第30篇 《放下罪咎感》 不知道今天在你生命当中 还有什么未能解决的内疚纏扰着你呢? 你有没有尝试采取一些方法去解决呢?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能够欢喜快乐 是因为得着基督的救恩 我们的罪因着祂所留的补血 而得到永远的洁净 虽然我们是不配 但上帝仍然以无尽的慈爱 遥恕我们 可惜的是 反而是我们自己 不能原谅自己 在诗篇103篇12节 这样对我们说 东尼西有多远 祂叫我们的过犯 离我们也有多远 我们很多时都会 时常背负着沉重的罪咎感 即使上帝 从未要求我们背负这些重担 但不知为什么 我们总是自己会背负 其实作为上帝的仆人 我们是需要学习 放下我们的罪咎感 有时候 这些愧疚的重担 不过是虚假的谴责 例如 当我们小时候 妈妈总是不让我们去看电影 认为电影 就会影响我们 对我们不好 就是这样 我们就会觉得 原来去看电影就是不好 好了 其实这些 是属于虚假 不必要的内疚感 在瑞士一位 被受尊崇的心理学家 他说 虚假的内疚 是我们自行判断 和联想的结果 有时候 我们会自创一堆 圣经里面 从未提及的规矩 或者教条 试图来控制 或者操控我们自己 作为上帝的仆人 我们不是人为教条的奴隶 而是需要謹慎 并且认真地辨识 这一类虚假的内疚 并且学会放低 而其他的情况下 我们之所以 承受内疚的重担 是因为我们 没有好好地处理问题 而面对真正的内疚 其实至少有三种 不恰当的反应 首先 我们抑压心里面的内疚 我们会尝试掩盖 或者否认内疚感的存在 我们会选择 只是关注一些无关重要的小错误 但却又不想正视自己心里面真正的内疚 因此我们就失去平安 并且时常感受到身体上的痛苦 而第二个不恰当的反应就是 我们对自己的错误是表示后悔 不过只是说一句对不起 是不能清楚罪的严重性 以及我们的责任 至于第三个就是 我们对犯下的罪感到自责 并且承诺说以后不会再烦 不过就像圣经 耶稣的门徒又大 背叛了耶稣一样 他都心敢懊悔 不过他走少了一步 就是没有按照圣经的真理 认罪悔改 悔改才是合乎圣经 对付内疚的正确反应 当我们将生命交透 给主耶稣基督那一刻开始 我们的罪无论是从前 现在或者未来都好 已经得着赦免 并且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 但是我们呢? 必须要继续和上帝保持相交 倚靠他并且信服他 这样当我们察觉到自己 想再犯罪的时候 就必定要向上帝承认过犯 路易斯牧师提到 真正的罪咎感 是内在的一个警示系统 显明我们生命中的罪 使我们知道自己失去了 和上帝的团契关系 圣灵用罪咎感 来吹逼我们 要远离犯罪 回转归向上帝 当我们摆脱了这些虚假的内疚 并且懂得正确地处理过犯 我们就不需要再背负这些内疚感了 以赛亚很明确地再提醒我们 他说 当趁耶和话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 不宜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 归向耶和话 耶和话就必连述他 当归向我们的上帝 认为上帝必广行蛇脸 求主今天就帮助你 放下你的重担 并且归向上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